在历史的长河中 七十年的光阴 只是短暂的一顺 对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 沈阳建筑大学来说 却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风雨历程 地利家子 驻姬百年 沈阳建筑大学 坐落在秀美的浑河之盘 是一所特色鲜明的高等学府 他藏古今建筑精华 与天下建造英才 立足疗伸服务行业 培养了十余万名精英学子 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校的主校区 占地面积一千五百亩 它集绿色生态 文化传承和建筑育人的理念 与一体 是都市里的田园 是城市文化的名片 2008年 东北京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 在切放东北的 隆隆炮声中诞生 何长弓将军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 从此学校与祖国的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秉承不学善见 获得大成的校训 发扬艰苦奋斗 知难而尽 求真务实 自强不息的建大精神 出现了一个个建筑教育的精彩花章 在近七十年的办学历程中 学校艰苦创业历经风雨 1977年 经国务院批准 组建了辽宁建工学院 1984年 更名为沈阳建筑工程学院 直属国家建设部 2000年 学校画转辽宁省 2003年 学校在沈阳浑南建成新校区 2004年 学校更名为沈阳建筑大学 2010年 辽宁省政府与国家住建部签署协议 共建沈阳建筑大学 光阴四剑 斗转星移 学校始终奋进攀登 追求梦想 2013年 学校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 形成了培养本科生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如今 学校 学科专业门类齐全 有教职工 1700余人 各类在校生 近2万人 其中 本科生 12000余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 2800多人 外国留学生 无败于人 我爱见到 学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拥有五个博士一级学科 涵盖三十一个二级学科点 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十五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涵盖九十五个二级学科点 两个国家级科技平台 十一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三十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和工程技术中心 古墓工程 建筑学 机械工程 城乡规划学 风景园林学等 五个一级学科 被评为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 学校 学校牢固树立 严谨治学 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 深化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是国家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实施高校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推荐高校 建筑学等六个专业 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在已经开展的专业评价中 学校的专业实力 位居辽宁省高校前列 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努力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学校深入实施人才兴效战略 着力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 现有辽宁省院士后备人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军人才 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三十余人 国家和省籍教学名师十余人 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和辽宁省创新团队九个 学校造就了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学校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积极为辽宁振兴和行业发展做出贡献 近年来 学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科技发明奖四项 中国专利金奖一项 十二五期间学校在城镇化领域 获得国家科技支撑课题数量名列全国同类高校前茅 2013、2014、2015 学校服务社会技术成交额连续三年 名列全国高校的第13、12和13位 学校与沈阳市盘锦市等地方政府以及中建总公司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等大型企业签署了共建协议 学校为沈阳义工两龄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提供了技术支持 承担了作为国家住建部示范城市的 沈阳现代建筑产业化课题四十余项 主持编写多部技术规范填补了国内空白 学校与沈阳机床集团合作的 一型食材车系加工中心 获得了第九届国际博览会金奖 主持完成的盘锦城乡一体化和辽宾水城规划设计项目 已经成为全国城乡规划的优秀范例 完成了多项国家水专项课题 为水污染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校组织专家和师生团队 为汶川地震重建提供科技服务 受到了科技部和当地政府的好评 校办产业快速发展 设计院获得了全国优秀勘察设计奖 项目管理公司监理的项目 获得了中国工程建设鲁班奖 学校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文化育人 学校有人文景观一百余处 校园文化景观群被命名为 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学校在校园中保留了二十亩水稻 作为稻田景观 袁隆平院士亲笔题词 稻香飘校园 玉米如玉人 学校将雷锋般退役军车 请进校园 用雷锋精神 名德育人 学校有国内唯一的 具有教学科研和展示功能的建筑博物馆 有国内高校独有的建筑遗产 保护教学基地 中国古代建筑示范区 有全国知名的结构实验室 现代化的校园 完善的设施 为培养合格人才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面向世界 开放办学 与美国 英国 德国等六十多所国外大学 建立了友好关系 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招收院校 是辽宁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和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学校在罗马尼亚建立了孔子学院 学校设立了国际现代建筑示范区 其中的中德节能示范中心 北筑建部授予三星级绿色建筑 并获得了德国能源部颁发的节能创新奖 学校是沈阳市现代建筑产业化技术培训基地 是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 东北地区继续教育培训基地 继续教育累训培养培训各类人才 两万余人 六十余仔智风沐雨 地力耕耘 一甲子弦歌不错 桃里芬芳 学校涌现出了中国创造的典范陈志烈 全国优秀企业家罗氏威等一大批杰出校友 学校聘请优秀校友担任学生成长导师 形成了学校支持校友发展 校友回馈母校的良好互动 建筑是千秋为叶 老子 这 大批杀 悬 老子 小